大家好,我是保罗,请您分享美食旅游西洋,Let's go! 本期分享青草扇贝 先将扇贝去壳洗净 放入小锅中,加一些葡萄酒 胡椒粉3克 盐2克 鸡粉1克 将葱一根切碎 生姜1块切碎 大蒜2半切碎 青椒半只,切成丁 彩色小辣椒3克,切成丁 小洋葱2克,切成丁 这样材料就预备好了 锅烧热加入油 下入葱姜蒜 炒香 再倒入扇贝 快速翻炒 存出备用 锅洗净 锅洗净 烧热加入油 加入一点点盐 加入小洋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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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洋葱 炒香 加入青椒 加入青椒 色辣椒 加入青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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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速翻炒 出锅,双排 清炒扇贝就做好了 简单,美味 喜欢就试试吧